随着制造业发力 中国海军领域实现了高速发展 不仅055大区已经开展了海试 而且首次国产航母也进行了多次海试 可以说中国速度已经让西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近日军王海外版再次提到一舰艇设备 让人不得不分析到它背后所蕴含的意义 近日军王报道称 未来航母的电磁弹射器 以及未来去处建设的电磁轨道炮的巨大需求 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由中传重工自处研制的蒸汽涡轮发电机组 已经通过了技术鉴定 而这也预示着我国20兆瓦气轮机组 已经符合生产条件可以投入使用 据中传重工表示 近日的机组已经取得了多项技术突破 以及创新新的设计 相较于中国现有的发电机组 20兆瓦的发电量更是超出了4倍之多 并且可以比间西方国家最为先进的发电机组 同时也为研制电磁航母 以及电磁炮上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军事专家宋忠评称 一台20兆瓦的发电机组 完全有能力推动万端级的船舶 而像航母这种大型船只 完全可以搭载多台发动机 来获取所需的电力 因此强大的发动机 可以用于推进系统电力系统上 而这也让船舶的电力系统得到大幅提升 那么说到这种系统 就是美国朱姆沃尔特级与英国四五行 都在使用的全电推进系统 此前马尾名院士就表示 我国在全电推进技术方面 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了 去年1月份的时候 中国船舶自主研制的最大容量 船用气轮发电机组 就成功加载到110% 并且运行平稳 性能指标都达到了预期的要求 如今这款发电机组 已经达到了生产条件 完全可以投入使用 军王报道称 我国的电磁炮 当前已经完成了上舰实验 并且第三艘国产航母 也正在研制当中 随着这款发电机组的到来 也让这一切最终都变为现实 此前中山重工董事长也表示 我国已经拥有了 一支强大的研发设计建造队伍 而这也为未来研制任何大型军舰 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是 亲厚的